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鞋 在无数玛丽猪主角们 才能过多人担任交叉 在这反复交叉运动的时候 老鞋可以说 在刚刚事实的能力上 至少达到了超级尬人的地步 一般的尬 我连脚趾的话都懒得动 但是最近呢 我看了一部综艺 今次开拓了几秒钟 我会尬到全身实际 大有变抽数 所以呢 没错 今天老鞋给大家带的 又看完那给你尬成痴呆的戏剧节目 人类毁灭计划 又明笑起来真好看 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综艺呢 主要是我一看 诶 这里嘉宾这种呢 有盛腾 再一看 诶 还有李丹 再这一看 诶 还有谢娜 综艺一开始 就是个节目模式介绍 节目中给整了一个 笑起来真好看尬聊群 原本我以为起名是情绪 就会看聊天的内容 诶 这还是现实派的 我呢 是笑起来真好看 你俩 是看起来真好笑 真的 我第一次上下场说笑话 是不是逗自己的 你是玩意吧 唉 不是防止他诱人不笑 自己说的笑话 自己先笑 在没有表情中我们得知 这个节目啊 其实就有歌手 加欢乐戏剧人的模式 谢娜 沈腾李丹当道士 从盖艺名称中 分出血人 最后再进去PK 为什么说是 谢娜 沈腾李丹 而不是说 沈腾 谢娜 李丹呢 因为人家时刻注意 这是他的主场 接下来到了别人的环节 他也抢 我的主场 你俩不要迟大了 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轮 应该我介绍 把手卡给我谢谢 总之呢 在开始的导师见面环节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舞蹈中 他来了 他带着尬屋子偶来了 虽然是到了半个多小时 见到其他人之后 他是这样说的 这后面人类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餐饮嘉宾呢 根据一个剧本 激进尬眼 在没有台词的时候 又通过拍摄的方式 召唤出一个 现在广告产品上的台词 来继续激进尬眼 真的 且不说这个也太声音了 就是选节目的一眼光上 我觉得牛奶广告主 也上当了 如果他们知道 节目不仅没有营养 看了之后呢 还得干倒失禁 那么早上门呢 觉得是紫鞋的广告 这第一个剧本呢 还带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很艳术 老爷在盘点 赖女套路的时候 就曾经这种结果 父亲家财万贯 男主直相单干 每天屁事不干 还想扬名利晚 结局 富豹必宿贵 竟成败家产 这玩意一模一样 这第一个表演呢 说一对母子 母亲只有我儿子 问她三天不回家 跟着急性台词是 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问你 为什么三天都不回家 因为 让子弹飞一会儿 因为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期影片呢 没有急性 只有复读 如果这一句 后面还能用 怎么看电影呢 语言过去 那么第二句台词是 今天小饼台词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赶紧嘉宾一看 为什么不接受 咱家的公司 因为 春季里花开十四五六 我想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什么意思 这样包装 简直太难受 所以啊 这个环节 它根本就不是什么 极星戏剧 它就是个 人类复读金战士 尤其是 这个观众 以及家宾的反应 把你们知道的话 念出来 就能笑成这样 我是拿着怀疑 他们作为下面 被安装了个点击棒 干你家宾当时说一句 当然在旁边 疯狂错开关 要不然拿着个梦发器也是 双方正在这段莫名其妙的 毫无营养的 浪费电的表演之后 在终构上的环节 还有嘉宾单人表演 这两人演完之后呢 如果你以为黑记也棒了 那你就错了 因为这次还今天是第一组 一共有20多个人要表演 这第二组的剧本呢 跟之前的一样 去月市 说的台词不一样 比如啊 这第一个问题还是 你为啥不回家 给她的台词是 高级海燕中的句子 海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的飞翔 嘉宾已经开始了极性创作 为什么三天三夜不回家 妈因为我 海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的飞翔 因为妈 我 海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 高傲的飞翔 因为我黑啊 走在夜色中 没有人察觉得到我 所以我玩黑了 然后我就找不着家了 除了这些无趣的内容 节目主的确是 网络烂梗集合大拳 比如什么 奥利给 无中生有万度尘商 能看到的网络过去词 这里全都有 最少的是 嘉宾那根本没有 经营表演能力 所以每个人呢 在听到词之后 只能把词念出来 根本哪有鬼扯 然后放一点呢 观众被点击的画面 高点假笑声音 就好像真的很搞笑一样 一上节目下来 节目主最大的开支 电费 虽然刚才的表演 已经让嘎到窒息了 但是呢 我们的导师 却有了自己的理解 看到这里 我发出主张18天的疑问 到底是哪几个这么搞笑 还能给笑晕过去 我真的对自己啊 产生质疑 是不是我没有幽默细胞吗 屏幕前的你们 刚才的表演真的好笑吗 除了这些尬操作之外 这个终于呢 如果提高热度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呢 表演嘉宾楼一销 最说明的作品是 爱情公寓系列 所以节目主啊 就连成打造了一个 爱情老年公寓 节目主的想象力 基本上也到这里了 由此两月开始 疯狂抛网了烂梗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 你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选秀出道的艺人 艺人 我饮酒醉 醉饭的家人 成商队的艺人吗 真的 这个是你的笑话 你说个威亚的狗厅 威亚狗大动的暴毙 它长这么大 狗生就没受过这种侮辱 尤其是在说了一万个 不好笑的过期梗后 节目最后呢 还突然三情 疯狂炒作外情公寓的情怀 客户里面很多人 看到我空旷的眼珠子 突然就留下了追忆的泪水 一个多小时之前 我还是干净的 现在我已经展上了尬赌 并且迅速挂到了晚期 还有就是 我看到这么中意的评价 居然高达4.6分 二号评的人呢 在说什么呢 接下来请看 五星好评朗读环节 笑起来真好看 中国喜剧的又是新尝试 对不起 这样不是尝试 您这是尝试 中国太需要笑起来真好看 这样喜剧中意了 对比蹭托之下 顺前拉高 全国喜剧节目的平均水平 说的很有道理 各自屏幕都感到了观众的热情 这也太开心了吧 这就是电力的发明 给人类带来的改变 喜剧效果很好 这让人碰富大笑 磨 磨眼泪 您是想说抠眼督是吧 事实上只有一个章节 但是像新大这么开心的 有千千万 五星好评 啊 这种中意看完这不中意 你可以深刻感觉到 从头到尾都很难看 到底是有怎样的体验 甚至还不如看路边的监控录像 直到监控看起来 不让人浑身难受 我只希望后人不会看到这个中意 不然他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活得非常不幸福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当然喜欢也不要忘记点关注 我是真的好 下期再见